大家好,今天跟我一词是女男女士,她在讨论有关中国地铁营运上的最新发展。 在我们最新的报告里面提到中国地铁网络不断在发展,那地方政府所带来有什么的挑战? 我们知道,中国的地铁正经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方面是中国中央政府对基建投资的政策导向,以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 另外一方面,地铁作为一种大容量的公共交通工具具有缓解地面交通拥堵和减少空气污染的重要作用。 标普估计,新的地铁线路在2014年至2020年间,可能需要高达2.5万亿的总投资,地方政府可能需要提供30%到40%的资本金投入。 地方政府除了注入直接的资本金外,他们也为地铁的建设贷款提供支持,并且对地铁公司的营运损失提供补助。 但是,地方政府现在发现要满足地铁发展的巨大资金需求,变得越来越有挑战性。 因为许多地方政府目前的债务负担沉重,需要在未来几年控制他们的债务增长。 根据今年年初对北京市政府的债务估计,债务损成绩,到2013年6月,以轨道交通有关的政府债务,占了北京市政府总债务的近20%。 在标普看来,基于地铁扩展的庞大计划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目前几乎完全依赖地方政府的轨道交通的融资模式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持续。 你预测中国的地铁公司将如何拓展他们的融资渠道,比如说他们会不会在海外发灾? 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看看最近中国的地铁公司如何拓展他们的融资渠道。 北京地铁的主要投资方和云营方,北京基础建设投资公司或金头公司,在开拓多元化的融资方面,一直走在前面。 今年3月,金头公司成为在海外发债的第一家中国地铁公司,发行了3亿美元的高级无底压债券。 就在今天,金头又宣布成立一个20亿美元的美元额度的中期票据计划,并且发起第一单海外点心债的发行。 海外发债一方面帮助金头分散投资者基础,同时也帮助公司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 在未来的几年,中国的地铁公司可能会考虑采用更多的公司合营模式,来取得长期的融资资金。 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中国政府宣布有80家基建项目将会采用PPP,也就是公司合营的计划,向社会资本开放。 其中包括北京地铁的16号线和深圳地铁的6号线。 在标普看来,吸引社会或者私人资本需要地铁公司更商业化的运作。 这就涉及到一个地铁低票价的问题。 地铁作为一个准的公共产品,如何定价,如何让投资者获益又能减轻政府的负担。 我们认为一个透明的,可预见的票价调整机制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那那些中国地铁公司的信用帐篷会是怎么样? 我们相信,中国地方政府持续和特别支持将是支持中国地铁公司信用的最重要的因素。 金头公司A加的评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北京市政府的信用, 以及我们对金头在遭遇财务困境时获得政府特别支持的可能性的评估,是几乎肯定。 金头在实现政府长期的城市交通规划,以及支持政府的社会和经济目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我们认为政府不太可能减持金头的股权。 政府在金头的业务策略和规划,云运监管和项目融资方面,关系密不可分。 和它最终的评级相比,金头的独立信用状况只是两个逼减。 这主要是受到北京地铁的低票价和僵化的不透明的票价调整机制有很大关系。 我们留意到北京市政府正在进行有关调整票价的咨询,我们估计北京地铁至少需要平均调高一倍的票价,才能大体上达到收支平衡。 在我们看来,只有当一个透明的、可预见的和连续的票价、定价以及调整机制建立起来,可以让地铁公司及时和完全地收回投资。 这样的一个机制将会对中国地铁公司的整体独立信用状况,取到一个提升的作用。 谢谢Gloria,也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